演藝圈好多粉紅泡泡 好多人在今天傳出結婚的消息 上次女神藝人陳朝恩 最近幾年重心轉往大陸 今天被爆低調的 導護正事務所登記結婚了 稍早經紀公司也證實了這個死訊 對象是小他9歲的 馬來西亞富二代男友曾偉昌 粉絲又驚又喜 再來還有一個恭喜的是 韓星玄冰跟孫奕貞 合作的韓劇愛的迫降 擦出愛的火花 交往兩年在今天首爾舉辦婚禮 活動時間在下午的3點鐘 想必到時候Instagram 又要被他們的婚禮洗版了 畫面當中我們看到的是 搶先看的婚紗罩 真的是男的帥 女的又漂亮 非常有氣質 玄冰也配合另一半 挑了兩款不同的白色西裝 然後都是手牽手 幸福全部寫在臉上 再來在演藝圈 那真的是什麼事情 都很突然 都可能突然間發生 好萊塢的動作巨星 每一次保衛地球都靠他的 布魯斯威利宣布 席影要退休了 那家人驚傳 原來他生病了 他罹患了一個叫做失語症 漸漸失去語言能力 雖然智力不受影響 但是他正在失去 說話跟閱讀的能力 這對演戲來說 你要背劇本是一大障礙 我們也祝福布魯斯威利 再來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則新聞 等一下再繼續跟大家補報 以飾演硬漢角色出名的好萊塢男性 布魯斯威利 在電影裡總是異夫當官 但現實中卻遇上人生難題 67歲的他突然宣布席影退休 他的前妻戴蜜摩爾 女兒等眾多家人在IG宣布 他最近被診斷出失語症 正影響他的認知能力 經過深思熟慮決定離開對他意義重大的職業生涯 希望粉絲能為他祈禱 消息移除正經演藝圈 去了解他罹患的失語症 是一種大腦後天受損導致的症狀 患者會在短時間內出現明顯的語言衰退 可能在說話閱讀或書寫上有表達障礙 雖然智力不受影響 但也意味他正失去閱讀和說話能力 在美國大約一百萬人中 就有一位失語症患者 有醫生認為他的情況 可能和他電影裡的動作設計有關 布魯斯威利以終極警探系列電影 在好萊塢奠定動作巨星的定位 之後的電影 黑色追緝令世界末日靈異第六感 也都取得了好成績 但近年他幾乎只接低成本電影 被吐槽是爛撇王 如今看來接片品質不佳 或許也和他的身體狀況有關 記者綜合報導 再來日本有一名45歲的男子 是在30號晚間 他開著一輛黑色的休旅車 居然衝撞日本外務省的正門 這名男子當場 當然被保全人員制服 但是車頭撞擊力道非常的強 都已經整個凹陷了 根據日本電視台報道 這名駕駛是先衝撞計程車 然後再撞到外務省正門的鐵柱 現場保全人員要求他下車之後 將他制服 至於他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男子被制服的時候不斷的大叫 他說有想說的話才到這裡 當時候的外務大城 林芳正的公務車在附近待命 沒有受到波及 也沒有人員受傷 再來我們關注大陸的疫情 再增加8000多例感染 除以半封城的上海 新增了355例的本土確診 跟5298例的無症狀感染者 現在中國官方持續採取 滾動式清零防疫的大方針 但是在河北廊坊 傳出了緊急通知 要求陽性患者養的寵物 一律撲殺 遭到網友炮轟 上海疫情持續身溫弱 發現確診者足跡 馬上封閉社區 成了逃不掉的命運 一名清潔員到老舊社區打掃 突然被告知要封控管理 由於部分居民家裡沒廁所 他只好在社區的公廁住了五天四夜 即身在狹小的管理室睡覺 忍受不時傳來的怪畏 疫情之下 更有一名六歲小孩 拉著推車送癱瘓的祖母 裁檢PCR 大陸官方清零政策的主旋律 一刀切管控也惹出爭議 河北郎方發出公告 凡是陽性確診者的寵物 一律撲殺 消息一出引來網友抨擊 認為這是殺青人的行徑 太冷血 讓官方緊急收回且致歉 強調撲殺工作未展開 與病毒賽跑 上海世伯源成了方艙醫院 大量非重症的患者 被拉來集中隔離 現場實拍 無論是睡覺 上廁所洗臉 一群確診者起居都在一塊 甚至還有人拍下疑似身體 不適的確診者 被一群防疫人員 以被單拎著離開現場 集中營管理確診者的方式 被網友調侃 動態清零的下場 是被送來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 即便出現反彈聲浪 但上海最大的集中隔離點 新國際博覽中心 床位超過一萬五千張 也將啟動收治輕症 和無症狀感染者 在只管控不管治的質疑裡 大陸醫療專家就力挺動態清零 如果不管防治管制 大陸的醫療體系 將面臨積穿危險 最近也配以北京報導 好 日本疫情又反彈了 櫻花季又要到了 現在該怎麼辦呢 現在日本各地的確診數 都比上個禮拜還要高 專家就分析 確診者當中比較年輕的 20歲的族群有增加的趨勢 這是蔓延初期 常見的感染現象 春天對於日本人而言 除了是響音的季節之外 也是畢業 以及展開新旅程的季節 許多畢業生 在家長的陪同下 出席畢業典禮 但在這個人口移動頻繁的時間點 再加上防疫措施才剛解除 日本疫情又有回溫的跡象 30號全國單日新增超過五萬三千例 比上週三暴增超過一萬兩千例 東京也新增九千五百二十人確診 是上週三的1.5倍 也是連續四天 超過上週同一天的確診人數 專家分析應該是民眾認為高峰期已過 防疫措施貶得鬆懈 確診人數才飆升 專家也發現 過去一星期確診族群以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為主 認為這可能是第七波疫情擴大的前兆 除此之外 BA.2的傳播速度也讓日本政府感到擔憂 東京都知事小吃百合子表示 會加速第三季的施打速度 並準備施打第四季的應對措施 治癒防疫措施鬆綁的南韓 則是出現暴復性出油潮 南韓在二十一號松綁入境規定 只要完整接種過兩劑疫苗就不需隔離 許多民眾決定出國進行報復性旅遊 但是南韓疫情依然相當嚴峻 三十號新增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四十一人確診 四百三十二人死亡 死亡人數是有史以來的第二高 南韓政府是否會在四月一號調整 即將在三號到期的現有防疫措施 也備受關注 至於兩萬語綜合報導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